烟火爆竹制作记忆 爆竹声中皆故事 人间烟火有味道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 而以火药制作的烟火爆竹 同样是中国古老民俗的智慧结晶 旧时人们认为 竹筒燃烧爆裂的声音 能够下喝鬼魅 驱除故障 这应该是爆竹的由来 南北朝时期的《荆楚碎石记》中 就记载了百姓在亭前燃竹筒 避恶鬼的习俗 随唐后 人们在竹筒中装入火药 使用更加方便快捷 宋代人们改用纸包裹火药燃爆 文化一次次地促进了爆竹的技术发展 明清两代 爆竹发展出双响震天雷 二踢脚 飞天石响等著名品种 烟火 有名焰火 李花等 是人们在追求声音的享受之外 对光 影 形的又一种追求 唐代时已经出现火药石系烟火 明代烟火品种更多 时光流逝 人们的思想和文化逐渐进步 爆竹和烟火的制造 也逐步发展出繁多的花样 在工历上也演化出卷筒 切筒 湖底 灌泥 萤火药 风炎等多种技术 呈现出的图案 花样也越来越丰富 爆竹响 烟火烦 慈怒而耳 烟火年年 爆竹在极具观赏性的同时 将节日的喜庆气氛推向高潮 尽险中国劳动人民 辟邪除灾 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 承载着国人心中 无法磨灭的情节 和不可言明的感动